各位同胞韭菜难民们啊 灾宝们啊 大家好啊 今天我请来一位 在美国的华人里面 极少数的 有从政欲望的 参与美国这个基层选举吧 当然了这个 广大的韭菜同胞 就中国是没有选举啊 我们讲的是美国的选举 我这一位张先生 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Fred Chang 张龙正 那我自己有三个小孩 五岁三岁一岁 那我要选的是那个 阿罕布拉市学区的 第五区的学区教委 那这个学区有18个学校 从K-12 然后我会参选就是 主要是为了我自己的小孩 那因为看到学校 有很多的状况需要改变 那因为学区可能想法 他们觉得重要的事情 对我们来家长来讲 不是很重要 那家长重要他们又不太关心 那所以就很多家长都 都不是很满意 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来出来代表他们的行程 来争取 然后来做一些对他们觉得重要的东西 我想问一下这个选举的机构叫教委吧 对它是什么功能 OK所以英文叫做那个 Board of Education 那这个学区教委呢 阿罕布拉市有五个 那这一次是选两 有两区在选 那我只有一个对手 就是我们两个里面选出一个 我的功能就是 这个是选上也没有钱的 所以选上我等于是做义工 我还是要上班 他不是竞选美国那种 中议员参议员那种 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们学区 比较小 钱没有那么多 所以这个是无几值就等于做义工 但是如果你像AUSD那种 学生有二三十万的 那个钱就很多了 那我这个就是纯粹做 但是我这学区缩小也不算小 18个学校 15000个学生 一年的经费有2亿6千万 那学区的职员也大概有2000人 所以也不小 哇 这么多人 对我这个学区其实算是 就是 就是经济来讲应该算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资源运用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比较不满意 对 如果你选上这个教委的话 这个教委里面有多少个人 总共有5个人 所以我们有一个职位叫Super Intended 他等于是管理者 他就是管理这18个学校 跟管理所有的校长 那他所有的预算跟政策 他都会写出来 然后这5个人来投票讨论 你才可以通过 通过才能执行 所以我们有点像是监督这个Super Intended的角色 然后make sure说他们讲的 他们的promises 或都有做到 那做不好 我们就跟他讲 你要什么改进 你要怎么做好 那我们每个月都会开一次会 然后就会讲说 这学区有什么比较重大的事情要讨论 那有点像是公厅会 那家长也可以参加 那这个博文明明大部分都是2、3个小时 那在这2、3小时之前 我们可能会自己再先开一个会 说等一下要讲什么 因为学区有很多事情嘛 那老旧校区的改建 因为很多学校都已经2、30年了 那可能就是防震系数够不够啊 冷气啊 或什么 就很多设备上的问题 要怎么更新 要怎么来做 这样小孩子才可以在比较安全 好的环境下来玩跟学习这样 这个教委 我可以用中国的话翻译过来 相当于一个监督委员会 对对 监督 监督这个学校 这个学区 这个教区里面所有学校 他是如何运行呢 对 然后他的人就是金钱的这个波波发吧 对 需要这5个人投票同意 对投票同意 对就是预算通过 那他的权力很大了 是很大 可是你没有小孩 你根本不会去了解 我也是今年才开始了解这方向 我想说 为什么这个学区 一年的经费那么多 可是厕所的那个lock 那个锁坏了好几个月 快一年了 都没有人去修 我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我女儿八月初要开学 那学校六月中跟你讲说 哦他们还缺三个到五个老师 我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那去年也是同样 中央别人跟我说 去年也是这样 去年好像开学少两三个老师 可是 就是整年都找不进来 那所以全部都是用那种代课老师 那用代课老师 对小孩当然学习就是没有那么好 因为你可能是每天会不同人 那老师教的都不一样 就可能代表操课 你也不会对你的小孩 那学生很认识 你也没有办法 对了 就是对小孩很不好 那你 我是觉得 这是最基本的工作 如果你一个学区 连一个正职的老师 你都不能补满的话 你还要谈到做什么其他东西 哇 对了 就是很多家长就是很生气 很担心 所以我们那时候六月中 听到这个消息 我们就是 就是我还有跟十几个家长 就去参加那个 那个波米林 然后跟他们说 这个不是 这个是不能被接受的 你们领的这些钱 你们就要做你们的工作 你不要一直在跟我说 是因为疫情关系或什么 我不要听你的理由 对 get your job done 因为 其实我 都二三十年 二十几年 都是在私人公司上班 我们知道 如果老板跟我们说 你这事情给我解决 你 我不可能一直跟他说 我因为怎样 怎样做不好 因为我两次三次以后 我就被开除了 对 我不管你就是 问题给我解释 自由竞争 对了 能干就干不能干就走 对 而且那些学区的人 在地域工作 他们薪水都很高 至少都十五万二十万以上 我的天啊 对 就是 因为他们 因为学区很大嘛 两千个人 那个superintendents下面可能还有四五个vice superintendents 那种都是二十万以上 那再下去可能还有四五万 所以 我就想说你们领那么高的薪水 他这一个机构里面 他有多少人 他领这个公家的钱呢 大概有两千个 连工友老师 所有算进去 这学区大概有两千个的人 所以他预算才会那么多 才会两一六千万啊 我的天啊 他们这也相当于中国的话讲 叫吃公家的饭 吃税收的 他们都是公共人员嘛 那老师跟那个工友那些可能都是 就是可能过第三年还是第四年 你就变成公家人员 就不能开除了 就是你就是中生制 那最上面那几个大头 可能那种city manager 他就是superintendents 他就是签约的 可能一次合同签个四年五年 如果表现好就再续约 表现不好就换人这样子 但是老师是不走的 那美国的学校有很多问题 其实跟工会有关 因为工会的力量太大了 很多事情要改变 没有办法改变 就像我们遇到的困境就是说 因为我女儿读的这个是Dual Immersion Program 他教你一半中文 一半英文 所以这样中文可以学得比较好 但是呢 你当这种中文老师 你需要上的课更多 可是你赚的钱又没有比别人更多 所以很多人就不愿意再去多拿这些课 所以你合格老师很少 所以常常会有请不太到的人的 遇到这种困境 然后现在其实每个学区大家都看 就是因为有这个双语课程 所以就越来越多人要来读 大家都不想自己的学生跑掉 因为你从跨区去读 你就一年少了一万块两万块的补助 他们就想要自己再成立 那大家都想要的时候 那你老师又需求更多 可是你都没有那么多人就变得很困难 这就是我们遇到的最大的困境 就是合格的中文老师 很不好找 很不好找 因为我们刚进去就是阿哈布拉寺的那个老师 一年起薪大概只六万美金出头 然后加免费的保险 就是因为现在同膨来讲很严重嘛 你六万多其实真的吸引力没有很大 除非你真的很乐爱教学 他是税前吗 税前 那税后他能拿到多少 就看每个人状况 看你是单身还是有结婚 假如说单身呢 单身我想可能扣一扣的话 我想至少要扣个20%吧 我想说你可能六万的话 可能你只剩下五万不到 可能四万八四万七这样 我是想税后你拿得到的钱 对 所以就是 就是对最好的人选 你这六万四没有什么竞争力 除非你这很乐爱教学 然后你进来以后 做了五年十年以后 你可能可以升到九万四万 因为就是像公务人员 每年给你调薪个3% 5% 就是慢慢上去 你不会说因为你表现很好 就跟你加10% 就是都一样 就是又另外一回事 我感觉这个教育机构 他这些教育是如果有终身制的话 你很难保证他的质量 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进来你要找到好老师很难 可是那你进来他已经终身制 第三年第四年以后 那万一不好老师怎么办 那你要怎么换新的 那可是有年以后会保护他们 所以几乎在美国你只要终身制以后 你只要不杀人放火 你都可以做到退球 这个的话他很难提高教育资料 因为我如果是个老师 我前五年好好干 我一旦终身制了 就跟习近平的了 反正我也下不了台 我就随便搞嘛 反正你给我钱 所以那个可能又是一个更长远的计划 就是说我们要怎么evaluate 每一个老师的performance 如果他有真的很重大的司格 就是做不好的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退场期制 就是可以把它 因为如果你一个老师 他对学生如果做错或什么 他会大吼大叫 或你上课你全部都是只放录影带 还是什么 你根本教学品质很差 你要怎么样来改善 但是可能一开始当然是鼓励他 给他training 让他说你应该怎么教 可是他如果持续不改 有没有办法可以把它换掉 这种就是更长远的问题 这种还要跟工会去 这个很复杂 很复杂 然后就是说你要调薪 你也不能说我只给谁调薪 是全部人一事同等 所以等于说你做得很好的人 你也是增加3% 你什么都不做 就是做最基本的 你也是3% 所以你就他不会想要做得更好 他也会影响到 当然是会有一些 还是少数还是很热爱他 还是一直做一直做 可是最后热情还是会被磨光的 像这些教师他的薪水啊 年薪啊或者增长 进入退出这些机制啊 教委这个五个人 他都可以监督吧 是可以监督 但是就是我们还是 基本上就是授权 那个superintendents 去跟union谈 因为这个太复杂了 对对对 我们没有办法直接 介入说要怎么做 但是我们可以给superintendents 建议 所以我们希望说 这些钱怎么花 然后就是可以给他建议说 就像你讲这师资 如果真的不适格的话 要怎么让他们可以退场 我当然可以建议 然后他们可能再去跟工会谈 看要怎么谈 就是在民主制度下就是那种 改变都是一点一点 那很漫长 不可能说我一党选 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像美国总统一样 你可能唯一能做事只有两年 就是你选上 因为你那时候民意很高嘛 你国会两个都有 你就什么都可以通过 可是大部分都其中选举 你执政党一定都会输 所以你就要跟另外一党合作 你就会走比较温和路线 对就是在美国这种任何的进步都是一小步 像其实就是假如我 大家愿意支持我进去的话 我的就是有中长期的 小的事情就是说 像那个厕所门不锁 锁不了的人就是 找多找一些资源 工友什么多勤一点 就是反正以前可能是两三个礼拜 或几个月才能修理 是不是能一个礼拜内就把它解决 这种就是baby step 就是一点一点的慢慢来做 那又有个比较就是长久问题 就是那个学校营养午餐不营养的问题 就是早餐中餐 因为现在是加州政府就是全而富 可是他的经费很少 大概好像早餐他只给三块钱 中餐只给四块 你就想一下 如果是三块跟四块 你现在在这种状况下 你能买到什么好吃营养的东西 所以他们买到的东西都是很多就是 都是淀粉类啊 不然就是糖很多或什么 其实这些对小孩都不是很健康 就是对真的原型食物 就是因为很多都是 处理过prostate 就像什么乐狗啊 披萨那种就不是很健康 就是对蔬菜水果的 都趋吉都不够 就是不平衡的 diet 就是你看美国小孩很多都是很胖 为什么 因为那种就是 就是学校吃或家里吃 因为其实你要吃的健康 其实是需要钱的 钱啊 我知道我知道 因为素食一个汉堡便宜的 你99算可以吃得饱 可是你要买新鲜水果什么 那可能要5块10块 那要贵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住在New World Beach海边 因为每个人身材那么苗条 对对 就是靠近 他跟欣的实体都每个人很胖 都是吃热狗 汉堡 炸鸡 吃 其实从身材就能 从身材就能看到他的阶级 对 包括他的教育 对啊 这个 美国真的是就是两个世界 很现实 这两个世界 对啊 其实美国呢 向全人类展示的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就不会跟你虚伪 不会你处于那个低端阶级 你享受的那些资源 所有的资源 从出生到死 都是那个阶级 其实 这就是现实嘛 就像 像产选的 其实门槛还蛮高的 就是像我讲 我选上是无几职 所以到底有谁会想要来 用自己的钱跟时间 然后我自己还有三个小孩 我自己要上班 然后选上了做义工 然后 来出来选这个东西 就是 因为家长已经是太不满了 才要找一个人出来 很多家长支持我 才有办法募款 因为不然大部分 会来选择职位的人呢 都是已经是四五十岁以上 就比较有钱 或他们想要重振 这是第一步 以后再选个什么 市议员 然后再往上走 那像我是 没有对那方面 没有什么企图 我只是想要让学校很好 让每个小孩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教育 以后长大可以当个有用的公民 不管是做什么职业 我就希望 就算家庭背景没有很好 可是你在学校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教育水平 然后像午餐什么这样子 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 对 那请问一下选举的话 投票什么时候开始 投票其实从上礼拜就已经开始有拿到那个 mail ballot 你就可以填一填 在美国他就是相信你 honor system 你填一填 选好签名 date it 封起来 然后到那个有一个选举箱 你可以drop off 或者你有拿到邮局去记 对啊 你有这个选项 那另外一个选项就是 我知道好像 10月27号还是28号开始可以提前投票 好像在什么stable center很大的那种球场 你就可以先去投票 那不然的话你喜欢本人去投就是11月8号 美国选举都是礼拜二 因为从一两百年前 那个好像就是农夫忙完以后 那个市集啊什么 就他们就都没有改变就是礼拜二 那一天投票 那对 他们不是说礼拜六礼拜天这样 那一天投票的话 他这个我记得美国大选投票呢 好多个选项 对 那怎么能寻找到你呢 眼花缭乱 对啊 看都看不懂 怎么能找到你 纯确的找到你呢 就是你要在我的选区 我这个选区算是叫阿罕布拉市联合选区 但是他因为他很大 他在阿罕布拉市 蒙特罗公园 圣盖伯 还有罗斯米 这四区都是他的区 我是其中的一个区 那如果你住在罗斯米 San Gabriel 还有蒙特罗公园的话 你在你的第一页应该就会看到我 他会写local election 就可以看到我的名字 Fred Chang 明白 那我这一区的合格选民 就是有登记投票的 大概只有1万2千人 那像这种其中选举 因为没有总统大选嘛 可能投票率百分之四五十 那大家都会投那种 Senator House Brethren 比较大一点 那像这个可能搞不好 剩一半或三分之一的人会投 因为你可能没有小孩 你都不在乎 你也不知道 我到底政界是什么 要选什么 很多人都不投啊 那像你讲的出 那Proposition 有四五个年 要自己做功课 所以我到底 你投 都赞成反对 是会造成什么结果 然后还有一大群法官 那我觉得 美国这样 让人民选法官 因为你真的 你是不知道 你会去读 他说有判过的案子吗 所以可能只能读一些 新闻 然后评价的说 这个人好不好 他宣判的品质好不好 就是美国是给你很 他是相信你 他要empower你去投票 可是问题是 真的有去做功课的人 才投的人有多少 美国好像是不能 美国好像是不能 老百姓人民选法官 好像可以当赔准团 但选法官是人民选的吗 也是 对 不会吧 对啊 比如说加州这个法官 假设有100个法官 他是由公民 他投票选 就是比较基层的法官 那些城市是人民选的 但是到加州 Supreme Corps那种 就是要 要州长提名 然后Senate 然后通过 就最高那种 Apparel Corps那种很上面 可是下面 District Level 就是你那个城市 是人民选的 就像警长也是人民选的嘛 Sheriff 对对对 这我理解的 就是美国好像就是 真的是完全的民主 他什么都让你做 他基层的 基层确实是这样 包括消防局局长 对对对对 但是你就是 人民既然政府 那么相信你 你就要去做你 好公民的功课 就真的希望 可以多做一点功课 对对 其实我个人呢 我对于美国基层选举啊 其实美国这个国家 选哪个总统 对于这老百姓的 生活影响不是很大 尤其是基层选举 反而对老百姓 就是公民的生活 影响很大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住在属于各自的C体 这个C体你选什么样的警察局长 什么样的消防局长 什么样的这个委员会里面那些委员 包括教委里面什么人 他会直接影响你的生活 对 这个很重要 我完全同意你的想法 之前我是反而相反 我只注重那种投总统啊 Senator什么的 可是现在我开始觉得就是 你开始对你的社区更有involvement 就是你会觉得说 哇这些地方选举真的好重要 你投出来的教委 它会影响到你小孩子接受到 就是教学品质啊 对对对 他会的 一堆东西 然后你可能还是要认识你的那个 市议员或stay assembly 因为你可能学校 你需要多一些预算或funding 你要跟他们打好关系 看可不可以增加多一些grant 那些东西来 对对 改建你的学校 或多一点课后辅导 因为像 我遇到很多家长 我去敲门啊 跟几百个人讲过话 他们最注重的 就是假如是小还是比较小 他们又是双新家庭 他们最注重的就是什么 after school program 就是因为你一两点下 下课 可是如果做双新家庭 那没有那个 没有办法可以半路走去接小孩 然后这送的人 一定是就客户辅导嘛 那如果你可以增加这个 把品质弄好的话 让小孩可以待到四五点 那家长去再 他们就最注重的就是这个 双新家庭 那 因为 我来弄一下 OK 没问题 我们可以继续 OK 然后 就是那方面就是要更多的资源下去 因为我没有遇到这个状况 就是在我女儿的学校的 他们的after school program 可能那个老师 因为他们算 终点的嘛 一小时 可能薪水不高 人都是补不起 那补不起 就是很困难 因为那种小孩都比较小一点 你 老师对小孩的人数不能太高 steer and teacher ratio 但是越低 就是能照顾的越好嘛 因为你越小年纪 可能他什么事都还不是很懂 他长大了都听得懂 就还好 我想说 如果我能当选 然后我想要把更多资源弄到那方面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像你讲 像有些 小孩家里环境没有那么好 他可能家长没有钱拿去学音乐啊 什么机器人课 LEGO啊 写程式啊 那些课 那如果我可以当选的话 我就会看我们的budget里面 有没有找一些钱出来 让他们就是多一些这些课 让小孩子在越小的时候 越多接触 然后让他们可以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因为那如果他们喜欢 他们就可以往那个方面去走 对 是 这你竞选的这个岗位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涉及金钱的流向 是很重要 而且 我相信 在美国继承 他肯定有那种 干了几十年还不走的那些人 有啊 肯定是 因为他这个必然涉及金钱交易 这个权力勾兑 这是很自然的 对啊 所以我就讲 我的观点在于 我觉得我们各位啊 如果你是美国公民 你拥有选举权 你要让新鲜的学业 进入这个管理机关 而不是这个人 他已经在这个教委 或者在这个岗位 在这个市长 绳子或者州长 干了二十年 干了三十年 你还选他 那必然腐败 对 就像你讲的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有两区 第四区 第五区 第四区的那个人 他就做了18年 他已经是七十几岁的 算一个老人了 他还是在做 那你必须要换 这种老化必然腐败 那我的对手呢 是一个新人 三十几岁 可是他是被现任的董事会 教委会的四个人都支持 所以他不是同一派 就是利益共同体 对 对 那他 像我自己 我是跟我自己的利益有关 是因为我自己的小孩 我有三个小孩 我当然希望学校好 我不可能想要把学校搞烂 所以我会很在乎学校 那其他人 我就不知道他们想法是什么 他们可能选了这个以后 他们还想去做更大的官 还是怎么样 那就是学区教委 真的是很重要 当然如果家长能出来选 因为我们都知道 普通基层家长的困难 那特别是就是有一些 可能比较不幸运的 就是有些小孩有一些特殊的需求 他学习上有障碍或什么 我们是不是有更多资源 在年纪更小的时候 就找一些医师来帮他辅导 来治疗他 让他可以以后学习都更好 因为像我们 像我是比较来久一点 三十几年 所以我英文方面什么都没有问题 可是有些新移民 刚来我们有一些家长 他们中文 就是都大部分是讲中文 可是他英文不太好 他有遇到一些问题 他都不敢讲出来 或觉得讲了没有用 那我们就会帮助他们 然后来帮他们的心声传达上去 对 因为可能也是亚洲人 就是比较温馴的关系 有问题你不敢大声去讲 那我觉得我现在有点像美国人 我就是遇到不满意 我就是讲出来 我就直接跟校长跟超级委員长讲 我就说 这是很基本的东西 你们要做到你们的工作 那种最基本的东西你都做不好 还能做什么事 对啊 就是我觉得 把自己的想法什么 讲出来是很重要 你如果不讲的话 他们都觉得自己做得很好 我觉得这很重要 因为像哈姆布尔有好多新移民 对 新移民家长 第一个还要在美国奋斗 确实要打工工作很辛苦的 小孩教育再加上也不 英文也不懂 不太懂吧 或者说即使他懂英文 懂英文不代表他就懂美国选举 制度很不一样 对 这是两码式 这完全是两码式 所以他每个国家的教育制度都不一样 包括美国吧 各个city它可能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希望从我的角度出发 我们作为华人以后的话 会你参与美国选举 肯定要选出熟悉自己的情况了 因为如果你选择一个西班牙裔 或者说白人 他也不知道你的新移民是什么状况 除非他有来跟你见面跟你讲 你需要解决他愿意帮你 那当然就是很好 不一定说要同一个种族 但是就是他要知道你的困境 你的困难在哪里 那你最希望做到的是哪些 希望改善的东西是什么 他能做到的 当然你就是支持他很好 因为如果学区做得很好 我根本不需要出来参选 说老实话就是这样 在今年之前我根本就是 没有想过选举 那但是这次就是因为太多家长出来讲了 然后就说希望一直鼓励我出来 代替大家站出来来选这个 我是比较那个 人家讲什么利益 我是倾向于投比如说华裔或者亚裔 或者说一些新鲜血液 包括女性 我假如说有一天我成为美国公民 我是倾向于假如说有一天 有一个男的女的竞选美国总统 我倾向于选了女的 为什么呢 之前全是男的 或者之前全是白人总统 他已经这家伙已经当了几百年了 你再换一个新的 包括这些教委市长 他已经当了20年了 你肯定要选一个新的 假如说前面全是男的当一个教委 那要选一个女的 因为他们之前会形成一个利益集团 很小的利益集团 你要有新鲜的血液进入 包括假如说这个社区 百分之五十是华人 你必然要选出华人的代表 他要代表你的利益 为什么呢 他更熟悉你 他更熟悉你 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这一次我参选呢 我也学到很多 然后一些经验就是 我跟拉丁裔的选民在讲话 他通常都愿意给你一两分钟 听一下证件 然后他喜欢说好 我会投给你 可是亚裔呢 就一半就是很冷漠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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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连听他都不想听 可是一半的听完 他还是愿意支持你 就是我觉得 虽然很多城市是亚裔是多数 可是愿意投票的很少 所以就算 那你不出来投票 你就放弃你的权益 那真的是很可惜 很可怜 政治它是一种利益 我常常讲 政治是一个利益 因为政治直接 直接涉及的就是金钱 就利益分配嘛 比如说这个教区 你精血浪之后 这个教区这个金钱 怎么比如说 怎么流向哪里 对 你要参与啊 政治它涉及的就是钱 金钱 如果你不去参与政治 那么最终就是让别人去通知你 对啊 你就是你 If you're not represented you're not at the table 你不是没有那个话语权 你不是在那桌上的话 你连 连决定的权利都没有 就是别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对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 然后就是很现实的 就是我这次参选以后 我假如写电邮给那个superintendents 他都很快都回 他还私下去找我 谈过两三次跟我讲一下 学区走的现况什么 那我就说这样 其实你做的蛮不错 因为他们增加了很多 那什么counselor啊什么 就是很多资源 可是很多资源他们做了 可是家长其实都不知道 就是沟通很有问题 就他只会讲说 我有寄邮件给你 我写很多你们都不看 那我说 就像很多人家长都很忙 根本没有时间看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做更多 让人知道你在做什么 那像这一次pandemic 就是大家关太久 在精神健康上 大家都会遇到一些东西困难 那在学校方面 他有增加很多的资源 可是学生可能不知道 或知道了又怕说 去了会做 用了这方面资源被人家笑说 你是不是精神上有问题 还是什么 不敢说我需要帮助 心理医生之类的 对啊就是有很多这种事情 就是我参选也是希望改变 就是说做什么 就是要很透明 然后用不同的方式 让人家最能够听到 然后来如何沟通 让家长或可以参与的更多 因为就是其实很多问题就是 就是学区在做事情 家长不知道 那家长就算想要参与或什么 可能就是他们做的方式 又不是很让人家可以很简单的参与 就像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 像那个学校早餐午餐问题 就是不够营养的 OK 然后今年他们又重新办了一个 就是喔 你可以试吃厂商的东西 看怎么选一个比较好吃 比较健康的东西 可是呢 他们做法就是 弄一个flyer 他连一个link都没有 他要你打电话进去预约 就是你要走 做了好几步 你才可以 你才可以 他就是 他就是要给你设置障碍 我不想这样说 但是有那个意思 就是 你给他一个link 你就一点进去 你就可以预约那一天你要去 就是很简单 可是他就不抓 我不知道是他故意设障碍 那他故意就是故意 还是就是雪区人 就是那些人做比较久 他不会弄东西 我不想这样讲 可是就是 他们就是设的 就是 not user friendly 明明就很简单的东西 Google She 还是Google Doc 他这个呢 就跟选举投票 他有的地方呢 他给你设置投票站 给你设置少一点 对 故意的 就这个属于民主的这个游戏法则 包括让你这个投票站提前下办 对啊 然后就是 就是那讲到那个工会的问题 就是因为那个 他们有那种teacher association 他们也是通一挂的嘛 他们就会支持我的对手 他们就算 他们都做一些事情 虽然不是不合法 可是就是不好 他们会找老师在上课之前 在那个学校 就跟家长讲话 跟家长拉票 可是在学校那边 那他们可能 家长也知道你是老师 所以他们会听老师的话 所以我们就是觉得很不好 利益集团 这就是灰色地带 对对对 他们没有 因为他们还没有上班 他们是这样讲法 可是如果说我选上的话 我就会要求学区 你要设一些概念 就是你不可以这样子做 那如果你真的要支持他们 可以 你们自己去公园 去办一个活动可以 可是你不要在学校附近 特别是你在那边上班的学校 因为你对老师 你对家长还有学生的影响力 是很大的 因为你就算不说我是老师 他们也知道你是老师嘛 对对对 所以那种就是不公平的提防 就是他们就是像你讲 那些利益集团 他们就全部结合在一起 所以就是让我们这种新的家长 要进来想服务 就是变得很困难 那你要募款 就像我这个来讲 就是你进入的门槛 你想要run一个 就是还可以像样的campaign的话 就像我这个 选区只有一万两千人 大概要一万块美金 那如果我全部要拿自己的钱出来 当然是很困难 我大概是募款 还好我做人还算成功 朋友都有赞助一些 家长要帮你 他需要募款 即使你能掏出一万美金 也要募款 因为这个的话 让大家共同参与 对 因为这些人如果他赞助了你 他就会关心这个选举 对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你捐个五块都可以 就是他会帮你宣传 对 所以我们就是都在做这个小额募款 然后就办很多活动 那我最近也办了 要办三场 现在要办第二场 就是做一些免费的座谈 就是家长最关心的 我们第一场就是讲到mental health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讲如果吃得健康 我们找营养师要来办 对 然后第二场就是这个礼拜一天 在台湾会馆 我们会讲到那个substant abuse 因为像美国就是 药物滥用的状况很严重 是 然后那什么anvitamin什么 他们有些人现在真的很坏 他们把糖果 就是把它包成糖果 然后分给那种高中生吃 有时候会误持到那些毒品 美国的公立高中 他这个吸毒了 太多了 就是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家庭的关系 可能从小看爸妈这样做 那你知道青少年就是想要尝试 对 没有试过 那大家如果 朋友就说你不敢吃 不敢这样激你 他就会想要尝试看看 所以就是朋友选择 其实也是很重要 那另外我们又找到另外一个双语的老师 他是从另外一个学校分享说 为什么从大班到五年级 能在双语的环境下学习 会对小孩的学业啊什么 都很有帮助的来分享 那第三个呢 我们就是办一个就是 如何规划你小孩子 以后大学的费用 你怎么计划 然后怎么投资 然后他以后就不用用贷款 让小孩压力太大 另外一个就是 也是很有名的律师 他来教大家说 怎么样申请学校 然后进入被那种 什么Berkeley UCLA 或更好的学校来 来进入这些学校 他就来分享他的一些经验 是的 就是我们做这个三个座谈会 就是家长都很关心的议题 那我 就是大部分我们都是听这些讲 讲者来讲 那我们自己没什么讲 他就可能谈个两三分钟 我们自己分享一下 我们竞选状 大概就是做这个就是 来帮助其他所有的 那个家长来一起学习 我自己也学到很多 对 对 总结一下呢 各位朋友们 如果你是住在相关选区的选民 包括住在美国吧 你一选美国总统 他关心 他会影响你的未来 但是你选你的社区那个代表 他更会影响你的未来 不管你愿意选哪个 我建议你要选择新鲜的学业 去打破既得利益集团 还有一个 你必须要投票 因为你不投票 你在这个社会中 就是个纯粹的打工仔 你投票了 你就是一个公民啊 对 在美国就是你要登记成为选民才能投票 真的你如果不投票 你就是放弃了很多权力 很多权力 其实你不投票的话 对于这些被选举的人 比如我参选 如果知道你不投票 我为什么要考虑你的利益 对 你不把票投给我 我为什么要支持你的利益 你也不去当选民 你也不参与这个政治选举 假如说你投票了 即使你选择了我的竞争对手 我依然会争取你 因为你投票了 你如果不投票 那你说什么都没用 对啊 因为如果像假如来说 本来我这个选区 只有1万个人投票 这一次选举变1万5千个人 那下次要选举人 他就说这5千人从哪里跑出来 他们需要什么东西 对 因为美国选举其实是很专业 他有一个公司叫PDI 他可以看说 多少合格选民 那些人他最近的3个5个选举 他投了几次票 然后他就会找那些最可能投票的人 他就会寄那个选举文宣给你 因为选举文宣也是很花钱 我的才刚寄出去 我大概寄了2300份 大概要花了1200块 他这个就叫做选举分析相当于公司 PDI 他只有那一家 他就有很多的选项 你可以选Mailing List 就是要寄到给谁 然后另外一个Walk List 他就说哪一条街 谁住在哪里 投最多票的 对 这个很有意思 你要去敲门 你就可以照那个地图去走 对 对 选举我也是学到 这是很专业的东西 美国的选举他可以说他像一个球赛 他有专门的分析师 对 他很有意思 我以后的话我们有空 如果你有空的话 我们可以经常聊一聊 对 因为我做视频呢 我这个职业吧 也属于叫我的嘉宾是五花八门 什么来路的都有 这样的话丰富了我的频 我的这个频道 同时呢也让各位观众更加的了解这个人生百态吧 我们讲我们讲的不能说全讲美国好 可能美国也有好多不好的 为什么呢 我们居住这个国家 我们希望这个国家更好 就像我出生在中国 我希望中国更好 我听天说中国的坏话 对的 我希望那个国家不再有这些缺点 我们讲美国的一些缺点 美国社会 包括我们的社区 我们希望这个社区变得更好 这个学校变得更好 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让更好的国家留给下一代 而不是更糟糕的国家 留给下一代 完全同意 就是在民主的国家 任何的好的改变 都是一步一步慢慢走 没有说可能可以从 从50分马上跳到100分 就是每一个人都多做一点 像你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出来参选 但是你可以做的就是 你可以在你的社区做义工 有时间的话到学校帮忙 当代课老师 任何的方式都可以 就是你多参与 然后多把你的意见 你的困难 或你的想法告诉那些 superintendents 或 或city councilmen foreign member 你跟他们讲 一个人讲可能没有用 十个人讲没有用 可是当然 同时有100个人跟他们讲同样的问题 他们就会注意了 因为他下次他想要当选 对他需要选民啊 他需要选票啊 他就会来讲 是 那他讲了以后 不一定会做到 但是你就是监督他 你就是在这四年内 你就是一直问他 你做了你的进展是如何 就是 你 没有东西是成果任何的进展 是天上掉下 你都要自己还是要去隐蔽 你不要一直想说 啊 这些事情不是我们该管的啊 那他们就去做就好 你只要赚钱养家就好了 其实很多事情不是这样 民主就是要越来越进步 大家就是一直参与 才会有更好的民主 是啊是啊 民主是一步一步来的 而且呢 这个人家讲过一句话很有道理 好像我在网上看过了 在民主国家 你一定要去投票 不管你投的是左派还是右派 因为你去投票了 那个被选举人 他就会重视你的选票 如果你不去投票 那你就跟一个死人没有区别 对于他而言 因为他选不选上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啊 因为你就是选票就是你最大的武器 对 你不投票你就是放弃了所有一切 你就是政府所有做的事情都跟你无关 对 那他做什么他也不要你的意见 因为你不投票他没有票 对对对 就跟他拼命 他连讲话他都懶得跟你讲话 对对对对 他连flyer都不寄给你 你就表示他根本连一块钱两块钱都不愿意放在你身上 对对对 就直接就跟空气没有任何区别 对对对对 等等 就是这么简单 除非你就是觉得你 你就是让小孩读私立学校或什么 你什么都跟公家没有关系的话 对对对 那你就不要投票 可是不管什么 你选市议员坑 他有一些 就是停车啊什么啊 或警察要不要多请一点啊 对对 啊 小偷啊什么 这些都是跟很有关系 你选出来市议员他就可以决定说 这个城市的预算 啊 或消防局啊 你要不要多请一些消防人员 是 很细节的 就是跟你的 生活密切相关 生活全部都相关 你不要觉得真的没有差别 包括那个道路建设 还有停车场 停车位 呃 公园的设置 对 全部有关 他所有的 经费那个 尤其是钱的用处 都需要经过议会的 市议会 图书馆啊 图书馆太重要了 很多活动啊 或者说 真的对一些弱势家庭的一些照顾啊 对对 就是 真的是 local election so important 这像大胜讲的 比选总统 候选生儿 就会影响到你更重要 因为总统那是 那边是联邦 就是一个国家走向嘛 那你对你工作上 其实你如果有能力做 其实影响真的不太大 不大不大不大 因为美国的制度 已经在那里可以很稳定 那有很多人可以帮你 像总统有很多木鸟 你很听好的意见 其实都不会做得太差 那但是在 在地方选举 就是 像你讲的那利益结构 那小圈圈 都是同一群人在做同样的决定 对 美国基层腐败很严重 因为美国有好多的city 警察局长当了30年 这人从40岁一直干到70 他不对修 他已经算是政治人物了 他已经不是警察 对 他只要搞好公关 去跟city council们什么 拉好关系 或 你那个层次哪个党派比较强 就哪个党派推荐你 或公会推荐你 他就一直做 他叫利益勾兑 利益共同理 就是 就是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说 需要政党轮替 或换新的人上来 至少把那个利益结构打乱 新的人上来 他想要做什么不好的事 他也需要4年8年 他如果又弄成你在换新的一群人上来 就是这个 新鲜血液 对 因为一个新人上台 就算他要贪污建立利益集团 他还需要时间 对啊 他还没有那个管道 他不知道哪里钱在哪里 对对对 还没搞清楚 这很重要 这太重要了 美国好多这个city 包括那个承接道路建设的 好多都是垄断的 对啊 很多他们都会用法规 他们会用pandemic的关系 就是说 不让你去竞争 他就一直用同一家 规的投标 对对对 学校的乱协市 利益勾兑 他就同样的厂商在弄 他就可以有那个裁量权 他说 因为 因为疫情很困难 所以我们就不要了 我们就一直用下去 所以就是 很多东西你不去了解 不去参与 你永远不知道 对一定要参与 而且这个经费 一个city 他经费 不说一个city 就你这一个教区 一年就2亿多美金 2亿6千万美金 我的天 对啊 你看 这是五个人就可以决定了 我的天 不是五个人 他只要有三个人 他就可以决定所有事 因为投票嘛 三对二他就够了 他不需要全部五个人都擅持 我的天啊 那他是总统也不当了 对啊 所以你看他只要赏控三个人 他就可以控制 就是钱怎么用 怎么走向 对对 我听说过 我听说过美国消防局长 包括那个警察局长 好多一当当三十年了 我的天 腐败到底 真的 而且人家说的很有意思 合法的腐败 对合法的腐败 好吧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 我们知道 美国社会基层 并没有这么完美 所以你需要投出关键一票 希望你能支持新鲜的学业 更好的未来 希望能支持张先生 谢谢大家 好谢谢 嗯 拜拜 拜拜 当然张先生你如果竞选 当上了 当了十年 当了五年十年 我觉得你也应该退下了 如果我能做到我想要做事 然后学区都很好 我搞不好四年后我都不选了 因为选举真的很辛苦 哈哈哈哈 没有钱 没有经费 你来选选看你就知道 去敲门人家还会拒绝你 哈哈哈哈 对啊 真的选举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不过我是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体验 就是体验一次民主 我觉得就是人生都是要做一些疯狂的事 对对对 以后的话 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 说不定可以联系我 然后我去录像 好啊 去搞一些这些事情 我也想很了解美国的基层选举怎么搞 好啊好啊 我这一次也是就是完全没有经验 然后就是边选边学 那还好就是有好朋友 有一些很有经验的来帮忙 还有一些很热心的家长 就帮忙一些文宣 社交媒体 就是没有大家的帮忙 靠我一个人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我上班跟我住的地方很远 我早上七点半出门把我女儿放到学校 那我八点就开车开到省的马尼卡 要塞一个半小时 那太古了 那还真的可以拿 然后回到家也是七八点 所以等于说礼拜一到礼拜五 我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来选举 我说只能靠着周末 然后去公园啊 去敲门啊 然后一些比较会遇到选民的地方 然后发传单 然后告诉他们的理念 那就是把握 顶多大家都给你30秒到60秒 所以你要把人家会最注意 最想知道的事情 注重东西 就把30秒60秒讲完 因为你看他就一直走 或者你也知道就是想说 重点也要讲一讲 是的 没有10分钟20分钟来忙 你妈跟你聊啊 普通的打工仔 普通老百姓太忙了 忙着上班 对啊对啊 哎呀这就像我想起来 人家那个语句阴暗的话 说政客为什么一年拿个十几万美元的年薪 可以住着几千万美元的豪宅呢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让老百姓一个月就挣几千美元 疲于奔秘 你老百姓不想 对啊 因为在美国很现实 选举就是最重要就是钱嘛 对对对 那全从哪里来 那大部分就是大企业嘛 对对 如果他一次捐个100万给你 那你可能要1万个选民一人捐100才有 可是对啊 对对 你要什么 去找Walmart啊还是什么 对啊 他们就会捐钱给你啊 或 那个 像美国很多那种什么 赌场大亨嘛 对对对 一次就捐个几千万嘛 对对对 因为你给他减一次税 他就赚到几个亿啊 所以他捐给你5万呢 对对对 还是很好的投资嘛 而且他有的人不仅仅捐给这总统候选人 他可以捐给总统候选人那个选区 对 就是他回报他的这个母亲帝吧 对啊 对啊 就变相的利益输送 但是呢 民主在于什么 我们可以说他不好 我们可以让他变得更好 独裁有一个区别在于 你只能说他好 哈哈哈哈 对啊 民主就是 你选上这个人他做不好 4年后你把他换下来 那你独裁就是做到死 就是像北韩 然后现在中国可能也往这方面走 要当真的是当皇帝 对啊 就是在这个普世价值 民主很少看到这种状况 那可能这种独裁者可能 世界上剩没几个 可能非洲还要几个 然后北韩 中国 就这样 对啊 好吧 我今天讲完了 谢谢 张先生来 希望各位投票 踊跃投票 不光是这一次 而是任何一次 美国的选举 你都去投票 珍惜你的公民权利 珍惜 在那一片我们的故乡 一辈子没见过选票 当然台湾是有选票 我想呢 包括台湾人 你选各级选举 台湾要选举了 台湾的朋友们 你们也要去选 就是投票 因为你不投票 那你说对于那些当官的而言 你不投我 或者说你不去投票 那有啥用啊 你好好打工吧 哈哈哈 好吧 拜拜 拜拜 谢谢 拜拜